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到报 一起来听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来源于女人最致命的三连问 你爱我吗 有多爱 爱多久 在这个走着走着就想出轨 站着站着就想劈腿的时代 变心的概率似乎大了很多 无论男女 变心是有征兆的 个人觉得很有必要了解一点 参考一下 必然有人会说 我活得独立自我 根本不屑了解男人是否变心 大不了甩了他再找 在这种自我吹嘘的影响下 当代人没了谈情说爱该有的样子 例如琢磨对方为什么不回信息 判断他们是否爱你 都成了女人没自我 没出息的表现 好像只有表现的连对方出轨都毫不在意 才能体现出新女性的强大 什么破逻辑 我要谈个恋爱 结个婚 巴不得连对方的心肝 脾肺 肾都看得一清二楚 被冷落会难过 被辜负会伤心 被欺骗会生气 斤斤计较 小心翼翼 左猜右响 又哭又笑 这些不都是爱情里该有的样子吗 女人都渴望被男人哄 可哄是有前提的 她不回你信息 你从不质问 她骗了你 你从不生气 她惹毛了你 你又不哭 总是一副安然无恙的姿态 那她哄你做什么 如果女人在感情里 总是表现出一副 无所谓的姿态 久而久之你会发现 男人对你真的无所谓 连敷衍你的理由都省了 反正你无所谓吗 强大吗 牛逼吗 会表露出来的强大 大多都是外强中干 就算你真的无所谓 也没必要展露出来 若这点诚服都没有 很容易吃哑巴亏 先说一下 男人最容易变心的几个时刻 第一 外来因素 外来因素并不仅仅只是外来诱惑 还包括外来阻力 先说外来诱惑 当一个男人嘴里吃着苹果的时候 哪怕苹果味道再好 他也有渴望尝一口梨子的念头 可如果梨子口味不好 卖相不高 他可能会觉得还不如自己嘴里的苹果双口 这个时候 外来诱惑的影响力不算大 若这个梨子又香又甜又新鲜 那它就会垂涎欲滴 再说外来阻力 喜欢在一起 合适走下去 这是四个不同的概念 也是四件不同的事情 喜欢不一定能在一起 在一起也不见得合适 就算合适都不一定能走下去 为什么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外来阻力 例如你跟男友情投意合 但对方父母死活不同意 久而久之 他可能会变心 再比如你们在一起了 你在国内 他在国外 他也有可能会变心 第二 差距导致隔阂 并肩而行 才是夫妻间最稳定且公平的心态 可如果丈夫走得太快 妻子太慢 前者拉着费力 后者跟着吃力 那么这个时候 优秀的一方更容易变心 而差距包括能力 思维 成就 颜值等 比如丈夫的能力 思维 成就 颜值 保持在90分 而妻子则在20分 差距越大 丈夫一心越多 而且因为差距造成的不匹配 还会放大外来因素 例如 旁人有意无意的一句 你妻子好像配不上你哦 这些外来因素 都在为男人的变心 填砖 加瓦 第三 富贵后的膨胀 贫穷时的敏感 无论男女 功名成就后 多多少少会有些自负 一个男人事业有成后 很容易放出 自己关了大半辈子的野兽 这头野兽 包含了他的私欲与贪念 试过红玫瑰 他想尝尝白月光 品国猎女 想看看妖女 被欲望所驱使的男人 他的心是分散的 不太能够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 因为你满足不了他的全部欲望 这也是容易变心的时刻 这个社会上 有爱富就贤贫 我见过一些女性 她喜欢这个男人是真 但嫌弃对方穷也是真 在这样矛盾的情绪下 女人的好与坏 不经意间就会同步输出 好的时候让男人上了天堂 坏的时候也下了地狱 男人最受不了两大鄙视 应该是手里的钱和当里的鸟 两者的伤伤力难分高低 哪怕伤及其中一个 也是她容易变心的时刻 如果男人这两个领域都差距 她不变心 我都会变心 第四 感受不到爱意的时候 这一点同样是男女适用 在对方身上感受不到一丝情意后 很容易去其他人怀里找温暖 最后再说一下 男人变心的几个征兆 第一 拒绝你深入她的生活与心理 一个男人抗拒你走进她的生活 要么没想过未来 要么不打算想未来 你见不到她的家人 朋友 同事 一次两次是凑巧 但四次五次 仍然找理由拒绝你的介入 那基本是可以确定 你不在她的生活名单里 既然如此 为什么又不提分手呢 几个原因 一 不想承担责任 逼迫你主动分手 二 还未找到下家 或者目前不打算找下家 拿你应生理之急 三 目前你还有一定的生活作用 例如 为她洗衣服 做饭 带孩子 四 虽然不爱你 但也心知肚明 找不到更好的 所以将就着 第二 要么谎话连篇 要么一句不假 这两种极端 都是不爱你的表现 要么全是假话 用于欺骗 要么从不说假话 出于不屑 你问她想不想分手 她说想 问她是不是不爱了 她说是 连敷衍都不屑 毫无后顾之忧 第三 疏远 疏远包括 语言上的交流 身体上的互动 以及思维上的碰撞 喜欢 让人不由自主地 想要靠近 可一旦这种喜欢 越来越少的时候 亲密也会渐渐消失 曾经对你如胶似心 今天对你若即若离 这就是变心的前奏 女人相信自己的直觉 可有习惯否定自己的直觉 明明已经感觉不到温暖了 却又自欺欺人 或许如她所言 最近太忙 当你在不断产生怀疑的那一刻 哪怕她的爱还没完全消失 但也所剩无几了 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 很多女性都用不上 仅用于小部分 在情爱里犯傻的姑娘的 我们尚且很难保证 自己爱一个人永不变心 他人何尝不是如此 男人喜欢承诺 可又实现不了承诺 于是总有女人讲 如果做不到 你就不要说 个人觉得说还是要说的 我就喜欢听男人的甜言蜜语 情话让我快乐 可我却从不拿甜言蜜语当真 所以伤不了我 我唯一不喜欢的情话 大概就是 男人动不动就承诺海枯石烂 我怕你活不到那么久 某些女人忽略爱情的真相 男人的本质 人性的善变 一意孤行 追求天长地久的爱 没有对错 可这样的举动 无疑是为自己戴上镣铐 美丽却又沉重 只有一个人的爱情才会长久 所以我喜欢谁 就聊谁 不喜欢谁 就甩谁 这就是一个人的爱情 永远澎湃 永远炙热 毕竟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孤独终老 而是跟使自己孤独的人一起重劳 所以啊 趁还爱的时候 把所谓的脸红心跳 酸甜苦辣 潺潺绵绵 激情澎湃 捞个够本 一个女人逐渐成熟 到了她最漂亮 风情 性感的年纪 有了金钱 眼光 修养 见识 品味 很棒 可遗憾的是 不见得能拿出点想象的爱情 也不见得会碰到受得起这份情意的男人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我是阿豪 每篇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每天打开美丽新篇章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